哈喽 大家好 我是王刚 本期视频不做菜 我们来磨这个家用菜刀 给大家分享里面的更多的小技巧 首先我们将磨刀石放入水中泡一下 然后用这个钢丝球把这个上面的东西洗干净 咱们这个刀没磨之前这样子是90度 然后把它打洗下来大概是在10度左右 这样子磨 先将菜刀竖着在磨刀石上面来回的磨 在磨的时候可以左右转换平面角度 这样的目的是尽可能的将刀刃全部接触在磨刀石上面 磨制的时候需要多次观看 或者用手感知刀刃的导向 两头磨好之后再磨中间 这样才不会伤到中间的刀刃 当菜刀初步磨力之后我们再进行下一步 首先我们准备适量的石油倒在磨刀石上面 然后再将菜刀按照之前的步骤再进行一次 在磨刀石上面加油可以直接改变磨刀石的目数 这样有一个好处 就是让刀刃减少毛刺 切东西的时候能够减少阻力 从而让刀刃更加的细腻 就像已经把非常锋利的菜刀就磨好了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刀利不利 我们拿来刮一下这个手毛就知道了 现在我们在这个手上放一点点水 把刀轻轻地往那边刮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 可以看到这个刮得干干净净的 这里的手毛刮得干干净净的 可以看得到吗 现在我们这个刀磨得非常的厉害 连手毛都可以刮干净 那么我们这一期就先聊到这里 咱们下期见 拜拜 关注西瓜视频美食作家王刚 这里总有一款属于你的菜